我们来看一下5.2D的练习 1.2乘0.2得到2.4再补个一个小数 0.24 OK 然后3.2除以1.6来讲呢 你也是要先做 不过你一位一位 32除以16等于2 2加0.24得到2.24 就做完了 2.24 6.5除以0.52 以两位小数 6.50除以52 你就会得到1乘 52得到52 减出来13 130 乘以2等于4 104 104减出来是26 260的话呢 5乘2等于10 252526 所以前面呢 得到12.5 后面的话呢 21除以0.35 其实如果你是做21除以0.35 你可以先越减7 7321 7535 0.05 0.05 所以以两位 以两位 300除以5 得到60 所以最后你会得到60减去12.5 你会得到9减2等于7 4.7 4.7 5 然后因为大的是负 所以是负7.5 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做法 前面这个不太好做 这个应该是可以最多是越减2吧 我看可以越减2得到26 然后再看下可以越减2 不过大概这个做法也是OK的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一题 家庆没有写那个步骤 不过你可以看到0.25 它其实可以放成四分之一 乘1.2 除以2呢 你也可以把它换成三分之一 所以你看啊 如果我12越减4 你就会得到432 对吧 然后呢3跟3越就会得到1 你就会得到0.1 再加后面的0.1 就会得到0.2 所以这题的答案的确是0.2 前面下负减 前面负减 你1.56 减0.3 就会得到1.3 1.26 然后会得到负值的负 负1.26 再除以后面的这一个 16乘3等于48 一个小数位 所以是4.8 1 1位 12点 12.6 除以48 你会得到 0.8 这么多小数位 0.2 96 30 30 300 6 8 48 如果是这么多小数位 好像不太好做 我个人建议啊 如果是真的这么多小数点 我会建议你 先越减 比如说 先越减一个6 6 8 48 6 22 616 2.1 除以8 你会比较好做一点 8 26 50 7 8 56 6 8 48 20 8 26 40 5 5 40 找到了 会好一点吧 对不对 因为至少说 你是除以一个位数 而不是除以两个位数 48好大 48是两个位数 所以要善用越减的做法 我到现在 我都还是 跟同学们讲 你们要善用越减 然后甚至我自己 两位数 我都很少去做 那个 直视的处法 一般上我会显越减 像这边 我们先做这个 0点 你看到0.25 你就要记得说 它跟 它跟4有关 如果你说 乘以4 乘以4的话 0.25 乘以4 刚好是1 所以它其实就乘以 0.375 乘以4 45 20 7 是28 29 30 4 3 12 13 14 15 1.5 高低收工 所以后面 这个是 -4.5 减1.5 得到 -6 来 -6 所以这个 你的 进化论 前面有 负的 突然间 这边 消失了 所以这边 应该是 负负得正的 2.85 除以6 6 4 24 45 65 66 7 6 42 7 6 6 42 剩3 5 6 5 30 然后0.475 应该是正的 来 正的0.49 那这一题的话呢 4.5 我写一下 4.5 除以13加2 等于15 所以如果 除以15 我直接放分母了 0.8 0.8 乘以7 减2 就等于5了 OK 那这一边是可以 越减得到0.3 这个0.3 减5 8 40 减4 所以你 -4 减0.3 你就会得到 3.7 -3.7 好 答案就出现了 -3.7 OK 第六题 正确 3 42 1.2 没有问题 这个减出来 等于 -0.02 9 2 18 -0.18 负负得证 加 这个最后一个步骤 为什么 1.2 1.2 加上 0.18 应该是 1.38 最后一个位置 这边没有加到 1.38 才是正确的 OK 0.2 我们先做这边 0.2 乘0.8 8 26 两个小数位 0.16 1 减0.16 得到 0.84 0.84 现在要除以7 我们 以UA 以UA 8.4 除以7 1.2 1.2 1.2 再加1 等于 2.2 所以我们有 30 减2.2 得到 27.8 所以这题 大概是这样 正确 4 刚才好像是做错了 过后他修改 我们看一下 负2.38 负2.38 跟0.98 所以两个负的就要加起来 所以8加8等于16 8加8等于16 进位 9加1等于10 这里还有一个3 然后应该是3.36 3.36 这边错了 后面的这个呢 14.06 减去4.82 6-2 6-2等于4 10-8 等于2 接位 得到3 13-4 等于9 但是后面 前面应该是负的 后面也是负的 负负又会得正 应该是正的了 所以呢 9.24 应该没有错 3.36 才是正确的 然后以两位 以两位 我们好像可以越减 我们越减多少 越减3 越减3 339 3824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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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好 再来除以2 除以2的话呢 184 除以2的话呢 51 虽然这边 51 51 再除以多少 分5可以除以3 分子不能除 没有办法整除3 17 他这个51还可以被17整除 17有用吗 17的话呢 7 我没有算错 2点 你让我再看下 2点3 3 5 0.98 8加8 16 16 16这里 就位 1 3.36 应该对 3.36 勾这里是减法 6 减2 等于4 这个等于2 没有写错 没有写错吧 14 就位 变13 13 减4 等于9 9 6.24 3.36 3.36 除以3 3 0 8 3 24 112 除以2 50 除以2 50 这里错了 56 应该是12 56 再除以2 就会得到 724 724 这个再除以2 就会等于 224 826 再来除以7 等于11 除以7 等于4 最后你会看到 11除以4 你就比较容易做了 12 428 30 7 4 28 20 5 4 20 最后得到 2.7 好 所以这题答案应该是2.7 不好做 不是不是不是太容易做 所以你可以看到 因为我做这个月点也是非常危险 你某个位置月错的话呢 也是 也是会做不到答案的 OK 好 8乘 8除以0.2 再乘以4 8除以0.2 再乘以4 8除以0.2 再乘以4 为什么826 你会得到40的 因为做除法 你可以把0.2当做是5分之1 好 除以5分之1 相当于乘以5 所以5 840 40 再乘以4等于160 正确 但2.21 除以7 会等于3 所以这边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0.3 160-0.3 就会得到159.7 好 所以这题正确就是这样了 好 你可以把这个变成除以5分之1 也可以变成乘以5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技巧 OK 0.3的平方等于0.09 0.02的平方得到负负得证 22得4 2位小数加2位小数得到4位小数 最后呢你可以做一个指示0.09 减去0.0004 这个减出来6 这个9 这个就会8 来0.896 就是你的答案了 0.1的三次方得到0.001负的 因为 因为三次方单数嘛 就是负 0.3的三次方就会得到0.027 加起来就会得到 两个都是负 所以是加起来得到0.028 然后两个都是负 所以它是负的0.028 正确 就是这样子 很好 这一边 我先看一下宏瑞的做法 他是乘进去 乘以6 然后呢这个乘以6 然后减 然后呢这个 减出来等于4 再乘以6 过后再越减得到0.11 那其实你会发现到 这里乘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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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不是可以把这个6抽出来 对吧 我就做这个1.39 减去0.95 然后呢这个也是做6 乘以这个5.0 5.0 5.018 减1.018 这个6跟6 就可以越掉了了吧 对不对 然后呢 我的分5呢 基本上是得到4了 分子你可以列一下1.39 减去0.95 减去0.95 你就会得到4 4 0.44 0.44 0.44 除以4的话呢 更加简单 就0.11 对不对 所以这一期 你如果可以观察到呢 把这个6抽出来的话呢 就会容易很多 然后这里也是一样 你看到吗 乘以0.18 乘以0.48 乘以0.18 但是这边没有 怎么办呢 我们不可能放过了 我们自己尝试做一下 1.44 除以0.48 OK 0.48 以两微 以两微 然后呢 怎样呢 你就会发现到 刚好 它是3 8 24 4 3 12 34 刚好 换句话呢 你可以把这个1.44 换成0.48 乘以3 那我的0.48 就可以抽出来的 对不对 一抽出来 就很好做了 它就是2-1.36 乘上0.48 然后3.4 减这个3 再乘以0.48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的0.48就可以约掉 12-1.36 就会0.64 3.4 3.4 减3 就会得到0.4 这边你分子乘以10 分5乘以10 就可以了 6.4 除以4 你就会算到1.6 啊 这个做法应该是这样 那 刚才伟人 错在哪里呢 他错的是说他0.48 月减 但是他这个1.44 还是保留1.44 来减 其实不能哈 因为你必须要两边都有同样的东西抽出来 那个东西才可以约 你不能说前面有后面没有 你照样约 不行了 ok 一定要弄成两边都要有乘以同样东西 把它抽了出来 才可以约 啊 这个也是要注意的部分 可以吧